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近我们这个米粉的销量好大 看一下这里这么多 这些都是发餐馆的 不是给大家的 大家的还在那边封口 等会封口口了以后 我都摸个晚上就加瓜 打包出来明天就会发出 不过我现在想偷下来 出去看一下五花果有没有熟的 有西瓜是吧 哈哈 大家认不认识这种植物 现在已经在开花了 它叫洛神花 名字特别好听 是小的时候就经常有一款口服 也叫红桃K的主要的成分 我也种了这个红桃K 但是我家里菜园是种的红桃K 我种的比较晚还没有开花 这里的已经开了 好漂亮啊 米粉厂旁边这边 因为全部都是空旷的 都是筛嘛 然后就在这里也种了一些菜呀 嗯 蔬果呀 比较方便一点 这红桃K到时候开了呀 我就用来做蜜箭吃 大家有没有吃过呀 哎 这五花果都没熟啊 今天没口服了 等两人再来摘 它好会躲位置啊 它好乐 然后还躲了这个水果下面去 你真透明 你真透明 这是一条好核摘的狗 本来因为米粉长在山里面 也说想养一条狗来开的 结果它根本就不忘了 大家都不认识这种什么瓜 这个叫做白丝瓜 这么大个 我就种在这个厂旁边的 呃 早上摘的 晚上我回家的时候 我就把它带回去 炒了来吃 先放了这里 还得赶快去放马路 可以了 我们的米粉现在已经封好口了 爸爸刚刚打电话过来 他说今天从医院回来啊 又不住在医院了 回来弄饭吃 大家认不认识这个叫什么 我刚刚才摘下来的 叫长蛇豆 其实很好吃哦 带回去炒的车 哈哈哈哈 这里的菜 各种各样的 这么多 你这个冲爆跑的这里来罢了啊 那当然 爸爸什么事 你吃饭的 来 你吃饭的 你吃饭的 蛇豆角 吃饭的 蛇豆角 吃饭的 蛇豆角也超好的 蛇豆角 你可以吃蒸鸡蛋 回家这个饭吃的真好 哈哈哈 刚才试了一下蛇豆角的味道 想不到 比我想象中的好吃 真是挺好吃的 它的味道 有点像那种 蜗鸡脆脆的 然后又不是蜗鸡的味道 还就特别好 麻烦一下蘑菇 上下来 你吃吗 嗯 我肚子饿了 多吃两碗 晚上还要加班干活 我快点来吃 所以是干活 妈妈要 妈妈要好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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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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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酱